我和我最初的梦里 寻寻觅觅 碾碎了自己 剩下回忆 那若要跟您之后 如果有人提起刘德华 您希望听到什么样的评价 记得我就好了 不用评价 就记得我就好了 原来你已经出道40年了 这背后你一定付出了很大很大的努力 你看他这么多年好像没见过他去买东西 或者是去街边吃小吃 他是零负面型的 而且他对自己的身材 言行曲子管得非常的严格 我小时候就是从小看到大 我爸认识德华哥哥前辈 我一起合作过 就有一种很远又很近的一种感觉 德华哥哥这么棒的作品 所有电影要我挑一部我最爱的 我跳的 我全都是很喜欢的 很喜欢的 我和刘德华在一起合作拍摄 天晓鸥在一起 他非常的终熟 所以就比较突发到一个 所以每次我都会很不好意思 所以下次我就会避免出现这个情况 一个是我再早来一点 而一个我就是让通知这个刘德华 出发的时间再大一点 即便是这样我发现 还是在我到的时候 他也讲到 我记得有一次 爸哥跟赵小泽在上海盘里面 那个时候 华仔跟杨家辉是做保镖 在他们后面做保镖 然后他们又在后面就抢戏 你知道吗 然后就 然后就卡 就停了 你们后面两个女生在搞什么 导演都没有叫你们借一杯 你们为什么要借一杯 他们他就是想想很多动作 想很多的戏来给导演去终于他们 我记得在年五年的时候 我跟他拍一个电影叫《鸿蒙奇远》 他每天看到我都没有时间帮你整 好吧 有一次他真的要跟我整 好了好了给你整 哎 稍微也不错哦 我说你 你 你 不用当眼的时候 你可以去当一个发型师嘛 很多年前他还有一个 他有发型务 我还给他做做模特 让他去剪我头 但是 那个时候我发型很好 剪剪剪剪剪 光头 剪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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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